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上海公交车上聚戴口罩大声叫嚣的我是美国人的大妈吗 她真的是美国人但是这次真的要回美国了 媒体曝光这个大妈具有美国的国籍 但是同时保留了中国国籍的户口身份 警方已经对其做出了注销中国国际户口 限期离境并且五年内不签发入境签证 她这回可是真真正正的要做回美国人了 对此网友们就评论说了 入了美国国籍还在国内享受待遇的人有很多 不就怎么就不能杜绝呢 也有网友评论说大数据什么信息都能够给你整个清清楚楚 却无法弄清两重国籍的人 我还真有点不明白 难道不能根据每年的出国次数在境外逗留的时间长短 以及出国的规律筛选出来吗 还有网友评论一个大妈都能有双重国籍 看来这种人不在少数了 想不明白信息透明的今天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查一查她的家庭还有没有双重国籍的 我赞同部分网友的说法 强烈建议好好查一查她的上下三代 如果都是美国国籍一并送走的 让他们在美国好好的团聚 对于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期下方留言 antic鬼 主持人 大人 大人 小见 大人